第65届嘎纳电影节期间各项日程的推进 成龙 冯绍峰 佟大为等多位中国艺人 也陆续抵达法国嘎纳 除了要为各自主演的电影做宣传之外 他们也充分利用短暂的嘎纳之旅 拍摄了时尚大片 也参加了不少社交派对 来看本栏目嘎纳电影节特派报道组发回的现场报道 大家好 这里是由巴海巴纳特别联合娱乐现场 为大家带来的嘎纳电影节新智领特别报道 我是若南 今天嘎纳电影节的第二天 一会儿来自中国的许多位明星 以及国际明星将由这条红毯 以及身后的阶梯走入大会堂里面 第65届嘎纳电影节开幕第二天 主竞赛单元影片法国电影秀鱼谷 在这里举行首映仪式 然而当晚的红毯环节 似乎成了中国电影人的盛会 长龙带领电影《十二生香》 众主创助阵红毯 佟大为则是和妻子关月 一同亮相为电影《复春山区图》宣传 作为某品牌全球代言人的范冰冰 也硬邀走上了当晚的红毯 相对比第一天的中国磁装扮 范冰冰这第二身造型略显保守 不过当天在国内引起关注的红毯女星 不是范冰冰 而是第一次登上嘎纳红毯的杨蜜 虽然杨蜜当天的妆容服饰比较抢眼 但是有报道称 走上红毯上的杨蜜滯滞留时间过长 遭到嘎纳保安驱赶 不过从本栏目联合 Paradise Mademy巴黎丽人网站 在现场目睹的情况来看 只是在杨蜜和另一位女星陈妍嘉 同下脚步给四周媒体拍照时 有工作人员上前简单交代几句 并试一旗继续向前 并没有达到驱赶的程度 对于在红毯上的表现 杨蜜其实也是另有隐情 其实不少明星嘎纳的行程 都被安排得很满 拿杨蜜来说 在当天走红毯前 她还在和男友刘凯威忙着在码头 为某杂志拍摄时尚大片 之后还安排了电影《画皮2》的宣传活动 说实话 其实我今天碰到你们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要走红毯 这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 因为是被临时通知的 而且你也看到我下午在工作 我都不知道我可以 除了范冰冰 杨蜜这样的中国女星 很多男明星也开始在嘎纳亮相 经验丰富的成龙和费翔 表现自然熟门熟路 倒是第一次来到嘎纳的佟大为 和冯绍峰颇为小心谨慎 就拿佟大为来说吧 带着太太观月一起亮相的她 倒是一点都不建议 被太太抢了风头 我觉得她在红毯上 好像比我更吸引那一身 是 是经常会提出要求说 让她一个人拍 就把我晒在一边 佟大为在红毯上有太太相伴 第一次走上嘎纳红毯的冯绍峰 其实也不寂寞 只不过陪伴她的是一根拐杖 因为前段时间拍戏被马踢伤脚 冯绍峰差点措施了 参加此次活动的机会 这也让她格外珍惜这趟嘎纳之行 在嘎纳这座城市 我想去他们的海边看看吧 然后去他们的那些小店 就是旁边那些小店去逛一逛 喝一杯咖啡 我觉得有机会 所以走在嘎纳的红毯上 一定要展现我们中国电影 年轻电影人的风貌吧 虽然我是拄着拐杖 但是我觉得要走出我们的风貌 中国影人大批降临嘎纳 除了电影节的一些红毯和活动 他们还能参加不少中国电影人 自发举办的主题活动 能在嘎纳的夜晚 看到大红色的中国灯笼 以及漫天的烟火里花 这些都极具中国特色的元素 就是名为中国之夜的活动 在之后的几天里 本栏目也将带来成龙 周迅等人在嘎纳之行的最新消息 登陆Paris Mademy 巴黎丽人网站 关注本栏目和该网站 联合报道的嘎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你还将有机会 迎娶巴黎双人一周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